记者会由今年新出炉第一名的葡萄公主 带来的古真弹奏表演优美开场 现场伴随着浓郁的葡萄水果香气 让现场民众都感受到葡萄销售长孔的喜气 为了让农民了解今年彰化县葡萄的产销情形 以及报告外销成果 彰化县政府是特地来到了葡萄生产最大宗的大村乡 举办葡萄产销成果发表记者会 向在场所有农民宣布彰化县葡萄品质好 外销国家越来越多价钱也水涨船高的好消息 我们葡萄可以外销到日本 外销到新加坡外销到農家 外销到農家来生 所以我们现在中华的葡萄 不但我们台湾人爱吃 我们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吃我们中华的葡萄 好吗 好 会中主办单位表示 因为有优质的货运业者 用最好的服务品质来载运葡萄 让彰化县的葡萄能够在一天内就送到消费者手上 这也是帮助彰化葡萄产值成长的工程之一 对此彰化县长卓博员也欢喜宣布 彰化县的葡萄产值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度 就已经累积超过了20亿元 赞啊 最Q的米啊 现在已经半年的时间而已 我们一百空一年了 我们葡萄的三大县已经超过20亿元 可以说我们葡萄呢 受到我们台湾的环境 种葡萄的荣民啊 你看他们的骑金铺子 那一年整大的 所有人都相当的惊人 所以呢 种葡萄致富不是梦想 记者会上主办单位也呼吁 彰化县葡萄产期已经进入了尾声 喜爱吃葡萄的民众 可得把握这最后几天 赶紧来到彰化购买在地的优质葡萄 借俊宣彰化县采访报道